好,來到2010年第49條,這條都是一個A級難度的題目來的,我覺得 首先說回一件事給大家知道,就是一個梯形,一個midpoint的玩法 如果你有一個梯形,任何一個梯形都可以,什麼梯形都可以 如果你有一個梯形,剛好你發現這兩點是midpoint來的,分別是這兩條線的midpoint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研究一下,就是這三條線的長度有一個關係式的 就是什麼關係呢?s加2z等於2y,s加2z等於2y 如果你對數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記定名,就算沒有興趣也好 我建議你先記一記,這個放棄式,有時也很有用的 我們看回這一條,這一條其實就是一個梯形 他就給了什麼呢?這個叫做 Diameter,我們就在這個位置設定個原心 那就是說呢,他那個radium就會是多少?就是A多是20 就是radium是10cm,radium是10cm 那我們做這些叫做cord的題目,在這個cord上連回一個midpoint 那所以呢,這裡是midpoint 那基本上呢,你這點其實都是一個midpoint的情況來的 好,這樣對回來了,那我們就會有直覺,有直覺 就是我當這個midpoint的情況去看 那,現在呢,我們要計的Ax加dy是什麼呢? 就是這條線呢,乘二,這條線乘二 那當然啦,你說,那這點是bc的midpoint 他好像不是xy的midpoint,其實也是的 因為呢,你這一些是叫做pairn pairn會發生什麼事呢?這部分的radio,其實就等於呢 這部分的radio,這個是某程度上是intercept的分別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有Ax加dy 其實就是這條成二,這條成二 那我們找到這條就搞定了 那這條是不是很難找呢?其實不是的 這個,我現在呢,這個長度多少呢?就是gc的一半 那就是6啦,這條 那然後呢,這條呢,是radio來的嘛 10啦,是不是?那所以呢,這裡就是8啦 那變成了答案就是8乘二,16cm 答案是boy